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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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主題是認知發展 青少年心理學這堂課之前 沒有聽過認知這兩個字的人請舉手 太好了 大家都聽過 那認知是什麼意思 從接受資訊到 怎麼處理這些資訊 到產生反應的過程 那它跟電腦有什麼差別 電腦也有input 跟output 對不對 然後它也是一個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對不對 那認知跟電腦有什麼差別 人的認知跟電腦有什麼差別 人會有錯誤 人會有錯誤 我們再回頭來問認知是什麼意思 認知是processing 的過程 每次會不一樣 跟電腦的差別 跟電腦的差別 就是 它是 stepwise 就是固定的 但是認知有各式各樣的 有機體的變化性 再一個心理系列同學給我答案 所以你說的還是input 跟output 但是你把中間的過程講得比較仔細 就是說我們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然後我們用一個方法跟外界應對 然後它可能有個別差異 或是每一次contextual 的差異 像剛剛那個同學講的 我們怎麼看認知 如果有人讓你解釋認知的話 我會從感覺知覺的角度解釋起 比如現在我們聽到冷氣的聲音 聽到沒有 有沒有一點點聲音 這是你的感覺 我很喜歡舉這個例子 你看這個講台前面的這一塊 它是長方形的嗎 是不是長方形 是 是 請問它在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眼睛成像 是不是長方形 它在你眼睛裡面的成像是長方形嗎 是嗎 它在你眼睛裡面的成像是長方形嗎 好像不是 反正就是這個形 就這塊好了 這塊是長方形嗎 這塊是正方形嗎 這塊是正方形嗎 它可能在你眼睛裡面的成像 可能是什麼 平行四邊形 或是什麼形 看你的角度在哪裡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解釋成 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 因為你有一個 perception 我們把 perception 叫做知覺 不叫做感覺 叫做知覺 知覺是什麼意思 就是外在已經給了你一個刺激之後 你會對它做一些解釋 但這只是形狀上的解釋 它是比較低等的心理歷程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所謂的認知 當我們到認知的境界 它是一個高等心理歷程 你要把東西記起來 你用很多的策略去把它記起來 然後像我剛剛講前額葉的一些功能 你要做 decision making 你要比較 你要計畫 你要決定 然後甚至更高級的 你要做道德的判斷 哇 這個好複雜喔 同儕之間的關係 要想想這個關係要怎麼樣處理 這些都是非常高等的認知歷程 所以我們會說認知是一個高等心理歷程 它跟你的感覺與知覺有差別的 所以它感覺與知覺 也做 mental processing 也做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說 我們現在開始講的認知發展 它是一個高等心理歷程 然後呢 我們這個學期 一共會介紹四種 高等心理歷程 而且是跟發展有關的 那第一種我們介紹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還會花一點點時間告訴你的 就是 Piaget 的理論 那第二個呢 我會跟你講的呢 也是 我們其實講了很多的 是 Vygotsky 的 social culture 的理論 第三個 就是剛剛同學講我問的 這跟電腦有沒有差別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 approach 是把人想成跟電腦一樣 我們叫它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叫做訊息處理的 approach 我們用 approach 這個字是 當我們把人的認知 想成跟訊息處理很類似的時候 它是一種取向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 theory 我們不特定去講某一個人的 theory 它只是一種 我們怎麼樣去認識 人的認知過程的一個取向 那 Piaget 是理論 Vygotsky 是理論 那第四個呢 是 psychometrics 是從心理計量的角度講 那心理計量的角度就是 我已經跟大家介紹過筆內 就是比如說 IQ 的測量 那這四個 都是我們怎麼樣去看 兒童 青少年的認知發展的時候 可能走的角度 那這四個有什麼差別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會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差別呢 比如說 它有沒有給一個 它有沒有給一個發展趨勢 它有沒有設定一個發展趨勢 一個 general 的一般的 就是大家都共通的發展趨勢 那第二個 是它在不在乎個別差異 它會不會在理論裡面告訴我們說 個別差異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個別差異 那第三個 是說 社會互動對於一個人的認知發展 有沒有特定的意義 然後第四個 我們問的 它是一個 top down 的理論 還是一個 bottom up 的理論 意思就是說 是認知主導了一切 還是你跟環境的互動慢慢的 形成你的認知 從這四點我們可以看到 每個理論它的特色有些不同 那因為我已經跟你們 談過這些理論的某一些部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整理一下 Piaget 它其實是認為 人的發展有一個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我們已經講過了 有 sensory motor pre-operational concrete operational formal operational 所以它是對於發展的一般趨勢 其實是有一個想法的 但是它其實並不大重視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它對於人的個別差異 是沒有興趣的 我跟妳講過這個故事 Albert Benet 當初在巴黎 想要對每一個孩子 應該被放到一個社會機構裡面去安養 還是應該給他們好的學校的訓練 讓他們將來在社會上 變成一個可以自食其力 甚至貢獻社會的人 那他要把孩子們做不同的篩選 可是Piaget 不關心這個問題 他只關心人類的知識 怎麼樣起源 怎麼樣發展 人怎麼看待這個物理世界 他從知識論的角度出發 所以Piaget 不在乎個別差異 那同時呢 Piaget 也不在乎 social interaction 他的所有的理論 其實主要是考慮的是 認知發展 而且這個認知發展上這個經驗 是他跟物理世界的互動的經驗 比如說 我們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保留概念對不對 是孩子們 就是對於物體的一些狀態 或者是天平的測量 或者是這個鐘板 在這些東西慢慢的在孩子的生活當中 去讓他對物理世界有所認識 他覺得一個人的認知發展 是透過經驗 但是並不一定是透過社會經驗而得來的 那我們會說Piaget 的理論 是一個top-down 的理論 是一個從上到下的理論 因為他覺得基模決定了一切 基模決定了你在不同的 task 上面 你會如何反應 所以他是一個top-down 的理論 而且他覺得在每一個時間點上 孩子的那個基模會決定他 怎麼樣面對這個物理世界上的一些現象 怎麼樣去解釋他 可是換成Vygotsky Vygotsky 並沒有給我們一個 general developmental trend 他覺得每個人的發展是 因著他的 context 因著他的 cultural 因著他在地的經驗而出現的 所以他不在乎 general developmental trend 你說他在不在乎 individual differences 我想可以算是的 因為他覺得每一個孩子 在不同的成長圈裡面 他有他自己的認知發展的過程 以及他的結果 你說他認不認為社會互動重要 那我們前兩個禮拜才會講社會互動 其實是非常重要 他在講工匠師圖制 其實都是靠社會互動才會有 scaffolding 再來 他是一個top-down 的理論 可能不是 因為他就是講說 孩子們在互動的過程中 透過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老師對孩子的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的了解 而慢慢慢慢的讓他成長 所以他沒有一個top-down 的概念 這是 Vygotsky 再來我們講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你學過一些程式語言 你一定知道你要做一個 flow chart 對不對 然後就是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做個 flow chart 然後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你怎麼樣去在邏輯上 怎麼樣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是要有一個步驟的 所以我們說 他是一個 step-wise analysis 他把孩子想成電腦 孩子在處理訊息的時候 會經過一些步驟 所以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去看孩子的認知上的錯誤 比如說 Piaget 看到的孩子那些錯誤 從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角度 都是孩子在 flow chart 裡面的哪一步出錯了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孩子想成一個電腦 然後去看看哪裡需要被 debug 像程式一樣需要被 debug 然後在 debug 過程中 我們就說每一個人都會被 你其實是在做一個 diagnosis 就是去 diagnosis 就是孩子到底哪裡出了錯誤 然後在哪一個步驟出了錯誤 然後在哪一個步驟出了錯誤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 他不是有一個 general developmental trend 他不在乎發展的趨勢 然後你說有沒有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呢 可能有吧 可能有的原因就是說 他在乎每一個人的 diagnosis 然後每一個人在哪一個步驟出了錯誤 然後有沒有 social interaction 呢 好像也不大在乎 social interaction 因為他 除非他講到社會互動裡面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你如果講到社會互動 比如說同儕衝突 同儕霸凌 你怎麼去處理 你如果把他講成 social interaction 就是想成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去 process social interaction 的話 那當然就是會有 可是平常我們在診斷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他是一個 top down 的 不是 他是 button up 因為你就是看每一個 step 出了什麼錯誤 好 這是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我們等以後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談這個 那最後一個是 psychometric approach 那我們從筆內的故事 他在巴黎去處理由同的篩選的問題的故事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是非常非常在乎 individual differences 那他是非常非常在乎 individual differences 那這些其實都不重要 筆內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把人分出來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在個別差異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在個別差異 那以上我們對這 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在這學期會介紹的四個理論 有了以上的了解之後 那我下面做的事情就是 我不會再提Vygotsky 因為我所有要跟各位講的 跟Vygotsky 有關的事情 在前面的章節裡面已經提過了 那我們還會再花一點時間來 重新談一遍 Piaget Piaget 的這個看法 到了青少年期 有什麼特色 我們上次說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我有講了幾件事 如果你翻你的筆記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他們是有抽象思考 有 abstract thinking 然後你會看到他說 那個青少年會有知道 all the possibilities 他會開始去想像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我們說他是一個 systematic thinking 就是他會去一步一步的 有系統化的去想外界的事情 然後我們說孩子的特色 包括 hypothetical deductive reasoning 當你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發展好的話 會有這個能力 然後他會有 metacognition 這都是我們以前講過的 但是孩子們是到了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之後 慢慢慢慢才成熟的 所以請你翻到課本的 92 頁 92 頁會告訴你有趣的 他說如果我們細看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跟 late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你在 92 頁的上方 會看到兩個小黑點 一個小黑點 是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thought 另外一個是 late 那我們就先看看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thought 的特色 當一個孩子開始進入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他開始可以想像 all the possibilities 的時候 他其實那時候經驗還不夠 但是他可以想像所有的可能性了 所以他有所有的可能性呢 這個結果就是 他會把所有的可能性裡面 對自己最有力 最 idealistic 最 subjective 最有力的那個可能性呢 無限放大 所以你說什麼叫做中二 我跟你講 中二不是那麼容易達到的一個狀況 你們要非常尊敬那些有中二現象的人 就是因為中二是說 他這個人就是 就是特別覺得我怎麼樣什麼的 他覺得他自己很偉大 很偉大是一個 possibility 是他從最不偉大到最偉大的 那個 possibility 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 spectrum 那個光譜底下 他都想像到了 因為小孩子小的時候 他的認知上 他並沒有這個能力去想說 我偉不偉大這件事情 但是當他所有的光譜都想到之後 他會非常主觀的 去認定某一個東西 是特別重要的 但是他還沒有跟 reality 去結合 然後知道自己到底真的 這個主要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只是所有的 reality 裡面的 其中一個 因為所有的 possibility 裡面 我一定找我那個 對自己最好 最主觀 最讓我自己舒服的那個角度去切入 所以我們會說 這個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人 有一個特色 fantasy 因為他有 older possibilities 大於 reality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想像的到這個之後 他的 cognitive structure 他覺得他自己很 powerful 想很多事情了 然後他把外界的所有事情 所以他的 assimilation 會大於 accommodation 就是 assimilate 我們說是童話 他把外界的刺激 都把他融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就是他自己的 structure 裡面來 他不會改變他自己的想法 他覺得他那個主觀的 就是特定的一個 fantasy 切入的那個點非常好 但是他沒有足夠多的 reality 去 accommodate 這是在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特色 因為他想到 older possibilities 所以自己很偉大的 那個中二的 possibility 就出來了 可是隨著時間的增長 隨著 experience 我們說在 Piaget 的理論裡面 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當他有了足夠多的經驗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 reality 對他來說 越來越重要 因為他有太多 很多好的經驗了 所以他的那些 possibilities 會跟 reality 結合 所以這個 reality 會大於等於 fantasy 然後 assimilation 跟 accommodation 也會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這是到了 late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小孩子 會有的特色 那這樣子講好像有點抽象 我們來舉一些更實際的例子 會讓你更了解 而我們要舉實際的例子 讓你非常有感的呢 我們就從 一百二十一頁開始看起 一百二十一頁其實很好玩 我剛剛才說了半天 Piaget 主要是在談認知 然後不講社會互動 可是問題是說 當你的這些認知用在 運用在社會互動的情境裡面 其實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這是後 Piaget 的學者 他所描述出來的青少年 因為他的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所會出現的一些現象 社會現象 社會認知的現象 請你看一百一十九頁 有一個非常大的標題叫做 adolescent egocentrism 就是我講的自我中心 或是中二 那你看到一百一十九頁的 那一段 adolescent egocentrism 的第二段 跟第三段 的第一行都有一個協體字 第二段的那個 imaginary audience 的協體字 我們把它翻譯成 假想觀眾 那第三段的協體字 我們把它翻譯成 個人不朽 叫做personal fable fable 是什麼意思 fable 是預言的意思 這個預 一所預言的預言 personal fable 一所預言的預言的意思 就是你在那個預言裡面 可以當一個不朽的人物 所以就是 你可以當一個不朽的人物 所以就是把自己 無限擴大的意思 所以我們中文 有人把它翻成個人不朽 我們覺得翻得很好 就是把那個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的意念 給翻出來了 那我們下禮拜再詳細討論 這兩個東西 然後以及egocentrism 以及他跟這個 pre-formal operational operational stage 就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它的關係是什麼 下節再講 下課 上個禮拜 跟大家講到了 就是Piaget的理論 後來被後來的人所運用 那我們說 尤其是有有趣的 這個所謂的 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在這個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時候 我們說 這個孩子 他其實已經可以想像 所有的可能性 他可以thinking about all the possibilities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經驗不足 所以他常常會把 某一個特定的 possibility 而且是主觀 對他有利的 possibility 無限擴大 在這個狀況底下 就造成說 我們說他是 assimilation 代於 accommodation 接著我們後來講到 所謂的中二病 我跟大家講說 中二病的孩子 並不是那麼容易得的 你要尊敬他一定要有 一定程度 相當程度的認知能力 他想到了all the possibilities之後 他才會開始有中二病 才開始對自己的 那個特定的想法 特別在乎 因為他覺得 他的思考的邏輯 是完整的 所以他就不那麼聽大人講話 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說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叫做 imaginary audience 叫做假想觀眾 所謂的假想觀眾的意思 就是青少年往往會 在特定的時候覺得 他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被大家都看到 那是一個可能性 他就把自己 站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 然後覺得 所有的人都會注意到我 我今天早上捷運的時候 非常不舒服 因為我長了一顆青春痘 然後我覺得全世界的人 都在看那顆青春痘 好 假想觀眾 今天天氣比較熱 但是前幾天比較涼快 然後我媽媽怕我會感冒 所以之前每一天 都不斷地提醒我 要戴外套 今天早上明明天氣很熱 他又要我穿長袖 而且還要我戴外套 這外套又這麼大 沒有辦法放到背包裡面去 結果我在捷運裡面 我就拿著一個外套 穿著長袖 我四方觀望 覺得 真的是 遜筆了 怎麼還穿這麼多 然後汗流夾背 然後覺得全世界的人 都在看著我 覺得我這個人簡直是 怎麼會 穿著這麼不合遺 穿著這麼不合遺 那麼到學校來 同學問說 你要不要 這外套要不要放在哪裡 你馬上就覺得 哇 怎麼會這樣 都是誰害的 所以就是一點小小的事情 你都把它無限擴大 覺得所有的人都關注到你 你只要有一點點跟平常 就是一般你覺得你比較理想的狀況不一樣 你就非常的緊張 這叫做假想觀眾 Personal Fable 我們已經解釋 Fable 那個字是 預言的意思 就是覺得自己是很特別很不朽的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你thinking of all the possibilities 而看到了自己的特殊性 uniqueness 你覺得你自己是特別特別不一樣的 是特立獨行的 你是特別了不起的 那麼有人就說了 青少年在這個時間點上 就會覺得自己如果有不安全的性行為 是不會得病 不會懷孕的 自己如果去飆車 絕對不會撞車 絕對不會投破裂 自己去危險的區域游泳 絕對不會淹死 自己去吸毒 絕對不會上癮 那些人都太遜了 怎麼可能會上癮呢 就是意志力不足 像我這個意志力特別足的人 像我這個怎麼樣的人 我就是一個金剛不壞之身 得病的不會是我 上癮的不會是我 懷孕的不會是我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個人不朽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 也有些青少年覺得說 這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事情都不公平 不正義 沒有人關心環保 沒有人關心區域安全 沒有人關心 Globalization 對青少年的影響是什麼 當他抓住了一個議題之後 他就覺得全世界 是只有他自己在關心的 他覺得只有 就是這些大人都是無可理喻的 在這個過程中 他可能就是用各種的抗爭 用各種的辦法去 拼命說出自己的話 而在說出的時候 其實他的考量是不是完整 其實也許他沒有看到 all the possibilities 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不朽 當一個人在覺得自己做 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一定能夠了解到 別人的 concern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回頭來看說 到了過了青少年期 當他沒有這些所謂的 adolescent egocentrism 之後 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樣的一個 whole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樣貌 從這個來做比較 你也許可以知道說 在前面的青少年 我們為什麼覺得他中二 他到底少考慮了什麼 請你翻到課本上的94頁 我們上個禮拜 從early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late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講到這些社會認知上面的 青少年的特色 如果說我們回到講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可是在前面加一個post 就是所謂的過了 行事運私期之後的 那個時間點上 我們會看到青少年或者是成人 的特色會是什麼樣呢 94頁 下面有一個黑題字 postformal thought 請你看下面的幾個黑點點 我們從課本上給你的描述來說明 第一個叫做reflective relativistist and contextual reflective 通常我們翻成 自省的 深思熟慮的 內省的 等等 這種這樣子的說法 reflective relativistist 所謂的 相對性 就是你不再考慮一件事 它有一個絕對的標準答案 而考慮相對的關係 你小時候有沒有碰過這種事 或是你有沒有看到你的表弟表妹 什麼後輩小朋友 做這種事 跑去看電影 他就一直拉著你 問你說 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就他在電視影集裡面一定要問 一直問說 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當我們在小小孩的時候呢 當我們在把人要分類 或是去想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黑白分明的 好人壞人 到了青少年期 這樣子的傾向雖然慢慢減少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減少 你常常在所有的事情上 你就是去分好人或壞人 比如說現在美國總統選舉 就會有些人真的就說 某人是好人 某人是壞人 台灣也是一樣啊 台灣的政治人物 你也會覺得某人是好人 某人是壞人 可是到了大一點後來 我們就發現說 怎麼私底下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其實都是朋友 雖然他們也許屬於不同的黨派 雖然他們在電視上吵得很厲害 所以意思就是 下一個字 relativistist and contextual 意思就是說 很多時候 一件事情的判定 是跟他的情境有關 他的相對立場有關 是必須反覆思考的一個過程 那他其實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下一個叫做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也是所謂的 暫時的臨時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現在也許你做了一個最好的 decision 現在你覺得這個人是怎麼樣 或這件事情你怎麼判斷 但也許他都是臨時的暫時的 他並不是一個永遠對的標準答案 那到了過了青少年期 我們慢慢才能夠真的認識到這件事情 95 頁的上面 realistic realistic 當然指的就是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字 pragmatic 請你看到95頁 那個 realistic 那個內一段的最後一個字 pragmatic 就是食物性的 就是視食物者為俱傑的那個食物 是真實的狀況 實物的狀況 現實的狀況 是怎麼樣子 我們會考慮現實 會考慮實際上 就是功能性的問題 而不一定是真理的問題 而是他整個 practical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場合底下 做這樣子的策略 或者是做這樣子的判斷 其實是最佳利益的 比如說對人民的最佳利益 並不表示一定是真理 那你比如說你從核能 你從就是太陽能 他到底何者是最佳利益 或者是用其他的燒煤的 燒天然氣的 何者是最佳利益 其實大家知道的這些新聞多一點 你也知道 這些事情其實非常難判斷 而且在台灣的狀況 跟在美國的狀況也不一樣 因為那邊他們有無限多的土地 那就算太陽能滿板 佔滿了荒野的地帶 也不會讓他們的土地流失 可是在台灣 這個問題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 contextual 他是要看當時的 realistic 的狀況而定 最後一個是 recognize as being influenced by emotion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 到了我們 越到成人 我們自己越會知道 我們無法不受 我們自己每個人的情緒 以及我們主觀的經驗 主觀的認識 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的影響 那這些都是到了 post-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會發生的事情 以上呢 從開學不久 我們開始介紹Piaget 到現在已經花了很多個課堂 去介紹Piaget是什麼樣一個人 那在今天我們要對Piaget 做一個結束 就是要去批判一下 到底他的貢獻是什麼 以及他的缺失是什麼 那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我講了哪些關於Piaget的東西 那也許你去翻翻筆記 你會記得 我告訴你Piaget的Stage 好 我們說他的Cognitive Schema 有一定的接續性 是Orderly 然後我們說 他的Change 是一個Abrupt Change 然後我們說 他的理論呢 基本上是 覺得每到了一個新的Stage以後 就進入一個Plato 就進入一個平原期 意思就是說 這個Cognitive Schema 是一個Top-Down的 當你有了認知上的 某一個Structure之後 你會去 以這個Structure 去決定你所有的行為 那所有的行為 都展示出 這個特定的Schema 底下 他的一些特色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Piaget 平原期 意思就是說 他所有的Schema 所展現出來的行為 都很類似的程度 他思考的方式 都是很類似的程度 而他的進展 會有一定的順序性 那你一旦準備好了 你有了Reorganization 你有了Disequilibrium 然後有了Reorganization 之後進入下一期之後 Abruptly 很突然的 就是在外顯上看 很突然的進入下一期之後 他就在保持在這一期 那Piaget的這個理論呢 他基本上是 並不在乎文化的差異性的 並不在乎情境的差異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覺得他的理論是 Universally 是都可以通的 他是一個放諸四海 接準的理論 而且呢 我們會覺得說 他在 談這個理論的時候 他會用一個字 會去談他的理論 就是因為 Top-Down 因為Top-Down 有一個固定的Schema 所以他會說 這是 形成一個coherent pattern 然後照這樣的接續性進行 它是一個Universal的現象 好 那我們有了這樣的了解 然後之後呢 我們來看 Piaget 到底對我們 有什麼樣的貢獻 以及缺失 對我們現在的 回顧來看 在談兒童的發展上 有什麼好的地方 與壞的地方 那我們會從幾個地方 來談Piaget 的貢獻 第一個是 從方法學上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Piaget 提供了一些方法上 有趣的一些 對於後世的貢獻 他常常用的方法叫做 clinical interview Piaget 不是一個統計學家 他的很多理論 在他自己的實驗裡面 是用觀察法 是用 物談法 我們叫他clinical interview 就是他用 去物談這些小孩子 觀察這些小孩子 而去了解他們在 一個現象上 他們怎麼去解釋這個現象 所以他用的方法基本上 不是跟小朋友聊天 就是去觀察小孩 你去看Piaget的 就是網路上 可以看得到的影片 常常是他拿了一根手杖 然後吸著他的煙斗 然後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然後跟小朋友聊天 有很多這樣子的照片會顯示出來 可是呢 Piaget 所給我們的一些有趣的觀察 或是他有趣的一些小實驗呢 卻到如今 都是一些replicable 就是可以再複製 可以再複製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上次 給大家做了一個保留概念的實驗 對不對 就是把杯子裡面的水到 到東到西 然後看小朋友會不會說 哪個杯子的水高 還是會說一樣高 那這些replicable results 雖然小朋友也許 在發展的過程中 有些人比較早出現 有些人比較晚出現 但是他們都會朝著這個方式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在認知發展上有所進展 那有些孩子也許到了四五歲的時候 你發現他已經能夠做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回歸到他三四歲的時候 或者是更早的時候 他還是會出現同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會說 他的很多的觀察是可複製的 所以 methodologically 他可以有這樣子的一些 貢獻之外呢 我們可以去問他的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是什麼 到底他在理論上 在談兒童的發展上 他到底有些什麼理論上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 我們不曉得算不算是一個真正的貢獻 但是 他是一個 我們會說他是一個 thorough and universal 你如果去看孩子的發展 你如果完全沒有心理學的概念的話 你看到孩子很多很有趣的錯誤 你就覺得是一團亂 你不曉得怎麼去思考 一個孩子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上 有這麼奇怪的反應 Piaget 用了一個非常 thorough 的理論 去整理很多他看到的孩子 面對世界的很多有趣的現象 而且他覺得這個現象是 universal 所以等於是幫我們對整個的認知發展 每一個人類 我們說他的理論是一個 所謂的知識發聲論 那就是每一個人類的知識 在發展的過程中 到底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構 一個什麼樣的 framework 所以我們說 Piaget 他的貢獻就是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很 thorough 很完整 而且很可以放諸四海接準的一個 framework 而且在這個同時 他還告訴我們說 在知識發聲的過程中 他到底的 underlying process 到底那個發展的動力在哪裡 我們說他除了在講達爾文之外 說人會不斷地朝向 以更抽象更簡單的原則 去解釋更大範圍的世界上的現象 在這個過程中 他用了比如說 adaptation, accommodation, assimilation 以及 disequilibrium 或是 reorganization 去解釋這種認知發展 認知結構發展的動力 到底從哪裡來的 所以這是他的第二個 我們說他的貢獻 第三個我想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 orderly 就是說 他告訴我們 孩子的發展是有一定的順序 而且是 sequential 這個接續性 為什麼我講了 order 又講了 sequence 就是這個 orderly 是告訴你有一定的前後順序 這個 sequence 我要強調的是說 他中間不會跳躍 他也不會反轉 他就是不會跳躍 他是一步一步慢慢地來 每個孩子都走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算是現在發現唐氏症的小孩 他也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只是他也許 永遠達不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但是他前面的每一個 stage 怎麼樣走 也還是一樣的 也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接續性 最後一個 我要講的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我覺得比較好像在講一件 政治正確的事情 就是 Piaget 在講的發展哲學觀裡面 他有 biological readiness 我們說這叫 maturation 然後他也去講環境的經驗 所帶給一個孩子的成長的貢獻 而且他還把孩子看成一個 active constructivist 還把孩子想成一個 能夠自己建構出 他的對於世界的了解的一個人物 所以你看 又主動又非被動 又有環境的影響在裡面 又有生理的影響在裡面 在現代的心理學裡面 發展心理學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一個說法 但是他是二十世紀初年的人物 以上講的是 Piaget 的在理論上面的貢獻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稍微講一下他的 practical implication 就是 Piaget 雖然他是一個 完全從哲學的角度 生物學的角度出發 的一個理論建構者 但是他的理論基本上 對這個世界上很多的應用的層面 發展科學上面的應用層面 有非常大的貢獻 第一個就是對臨床 臨床上的貢獻 比如說我們到現在 尤其是心理系的同學可能更有感 當你成為一個臨床工作者 你到了一個診間 當你要了解任何的孩子 他到了診間之後 是不是真的出了大問題 那你總是要把他的認知 發展的狀況 有一個很基本的了解 當一個孩子走進來是幾歲 一個臨床心理師 通常就馬上可以大致想到說 這孩子現在幾歲 那他應該在發展上 已經達到了一個什麼目標 什麼地步了 就是一般來說 Piaget 講的 這個目標的接續性 那你如果看到孩子現在 在發展一個什麼狀況 你馬上不要用任何的測量工具 你就可以判斷說 那他下一步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因為是有一個orderly and sequential 的過程 他下面你可以預期他將來 應該要發展出什麼東西來 那你也可以想像說 他之前已經發展了什麼能力了 所以從 Piaget 的理論 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對他 等一下會講到很多對他的批評 但是基本上他給了我們一個 framework 去參考 就是說一般的孩子的發展的趨勢 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點在臨床上是非常的有用的 那第二個就是對教育學者 或者是教育的情境 如果一個教育情境 想要達成一個目標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去思考 小孩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到什麼地步 到什麼地步 那什麼樣的 Context 可以幫助小孩子 去認識環境 可以讓他有更多的機會 做 Accommodation 然後這些 Accommodation 的過程中 讓他的肌膜能夠有所調整 而且甚至因為這肌膜的慢慢調整 他認為發現做 就是不能夠容納 他對世界的很多認識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幫助他做 Reorganization 所以因為 Piaget 提供了我們 讓我們了解到孩子的認知發展的步驟 所以你也許就可以在教育情境裡面 提供他一些跟他現在的 Schema 跟他現在的認知結構 比較配合 甚至有助於他 讓他往前更朝邁進的 這個 Schema 更朝前邁進的一些教育情境 來幫助孩子再繼續 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更清楚更了解 然後更能夠建構出一個新的 Schema 更好的 Schema 出來 以上是對 Piaget 的理論的一些讚譽 但是我們也可以對 Piaget 的理論 有一些批評 那我們把對 Piaget 的批評 大概從幾個地方開始講 其實要講 Piaget 的缺失 很難一語道破 就算我分了不同的點 但是其實每一點後面 也有很多的故事要講 第一個我們說 我們說 Piaget 關心的 subject matter 太窄了 這話怎講 Piaget 一生大概出過五百多篇研究論文 然後出過大概五十本書 但是呢 你覺得他可能全部都在講認知吧 其實他出過一本書 是專門講兒童的遊戲 講 play 還出過一本書 講孩子的情感 effectivity 還出過書講孩子的道德判斷 moral judgment 所以其實 Piaget 的 就是你以為他是非常講認知發展的 對物理世界的了解 但是其實他也講了很多的內容 是跟社會情緒發展有關的部分 所以你要說他的 subject matter too narrow 他只關心認知發展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質疑 那我們當然可以說 他大部分都管認知發展 可是你再想回來 一個人想要研究什麼 關你什麼事啊 他對於認知發展這麼有興趣 關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講他 那其實重點就來了 因為Piaget 我剛剛怎麼把他擦掉了 因為他是一個top down 的理論 然後呢 又是一個 你覺得是一個 universal 的理論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會覺得說 哦 那如果你到不同的國家去研究 你發現孩子們對天秤 對鐘擺 他們的了解在哪一個國家 哪個文化比較低落 那是不是這個孩子的發展趨勢 那Piaget又說這個發展趨勢是相同的 那意思就是這孩子們都發展得比較慢 那他們是不是比較笨呢 那就是有人會開始有這樣的懷疑 就是說 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社會 用這個科學教育 那個遷入在每天的那個 那個他的文明社會的 教育體制裡面的話 那是不是這些不受西方文明社會 教育系統的孩子 他其實就是比較笨的小孩 因為他對於天秤 對於鐘擺的概念 其實發展是比較慢的啊 他去做 systematic 就是比如說 deductive reasoning 是比較慢的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講呢 那我非常喜歡舉一個 就是跟大家非常接近的華人的例子 去談這件事情 每一個個體 其實是在生活在他不同的文化環境底下的 而這個文化環境可以帶給他的 認知發展的經驗 可能是不同的 也許外國的小孩 西方的小孩 比較從物理世界的角度去 跟物理世界的互動 去發展他們的認知 可是你想想看華人小孩每天經歷的 其實很多是跟 relationship 有關的 那從這個講法 我們再舉一個更實際的例子 除夕夜到了 媽媽忙著買菜做飯辦年貨 然後除夕夜大家要大團圓 所以晚上家裡會來兩桌親戚 這兩桌親戚 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樣的親戚 媽媽就跟小明講說 小明啊 今天晚上這麼多親戚來要做兩桌 可是你知道舅媽 上次想把她的妹妹介紹給沈婆的孫子 結果舅媽介紹給沈婆孫子不成功 他們兩個人就是鬧翻了 所以舅媽跟沈婆之間也有一些嫌隙 所以舅媽跟沈婆不能坐在一起 那你知道淑公 淑公上次他兒子做生意失敗 跟那個姨婆借了錢 那淑公跟姨婆借了錢 那他們還欠了錢 所以淑公跟姨婆千萬不能夠打照面 所以他們也是要分開做 然後可是呢 那個淑公又很想要介紹 我不要再繼續講下去了 某某某的孩子跟他的兒子認識 他們可能可以湊成一對 他會把他兒子帶來 然後誰家會把女兒帶來 所以你要把他們兩個又湊在一起做 好 如果親戚朋友之間有這麼多的複雜的關係 對小明來說 他的責任就是要把誰跟誰湊在一起 這個座位要怎麼排 讓大家兵煮盡歡 這就是他做他的Cognitive Practice 的一個重要的場合 那他從這些關係裡面 就是備份啊 關聯性等等 去manage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一種他的認知的訓練 而他在這方面的訓練 可能不是西方的小孩能夠達得到的 好 所以呢 當我們在說這個 subject matter too narrow 的時候 其實可能可以說的是 Piaget 所用的實驗方法 所用的觀察的那個角度 其實太薄弱了 而也許他的top down 的理論 他的 universal 的理論 是需要修改的 不然的話就是 只限在這個狀況底下 就沒有辦法去處理 其實在 universal 上面的一些差異性 比如說趨勢是相同的 replicable 用他的方法replicable 可是並不一定能夠 能夠真的顯示 一個文化底下 他們的認知發展歷程 那第二個 就是 Piaget 的 task 他其實有一些問題 通常因為他用interview 所以他非常注重孩子的 語言表達能力 然後因為他用 觀察法 有時候就會看到 小孩子的 尤其是因為他做嬰兒期的話 就是希望孩子在動作上面 就是小baby 還沒有語言的時候 他們的動作上面 能夠完成某些 task 那麼透過孩子的動作 以及透過孩子的語言表達 來了解孩子目前的認知發展 到什麼狀態 可是問題是 也許孩子其實他是有能力的 認知上是可以達到的 但是你用這些clinical interview 用了他的語言 你用這些觀察法 是需要孩子的motor development 去呈現他能夠看得到 聽得到的事物 在這個狀況底下 往往就會看到孩子的能力 其實是不足的 後來有很多學者 想要打破這些孩子的語言障礙 跟motor的障礙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一些 後皮亞街時代 就有很多的學者 設計了很多新的方法 新的實驗方法 能夠 bypass 孩子的語言能力 或者是孩子的motor的能力 讓他們去看孩子的發展 是什麼樣子 當你 bypass 孩子的語言能力 跟動作能力 而用他們的比如說表情 然後現在有很多新的方法 比如說 eye tracking 看他們的眼神在哪裡 等等 這種方法 去了解孩子 他是不是對 現在你呈現給他的實驗的現象 有所瞭解的時候 我們發現孩子做得很好 而且超於他們原來 Piaget 所說的年齡層 那什麼事情發生了呢 就是也許你做了一個實驗 你會發現說 應該在這個年齡層 在這個 plateau 上面 去顯現的能力呢 孩子在這個時間點就顯現了 孩子在這個時間點 就顯現了另外一個 task 的能力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 當新的實驗方法 看得出來之後 孩子們的能力呢 可能會不在同一個平行的 一個平台上面 一個平原上面 去同時顯現 而有一些 Piaget 認為 比如說在 pre-operational 的 stage 才會有的能力 或是 concrete operational 才會有的能力 孩子卻因為他的新的實驗方法 而在更早的時間點上出現了 所以這些對於 stage 對於特定的階段 有特定的突然的 呈現一個 coherent pattern 的一個 plateau 的現象呢 就因此而被打破了 那這當然是對 Piaget 的另外一個批評 就是他的所謂的 qualitative change 我們說他是一個質變的理論 因此而被改變 因此而被改變 第三個 第三個我們要講一點點的心理學史 怎麼說呢 Piaget 是 1896 年生的 他的一生還過得蠻長 他到 1980 年代才去世 他在 1896 年生下之後 因為我們上次說他是個小天才 對不對 十幾歲 十二歲 就發表了他第一篇的學術論文 然後很早就拿了博士學位 所以他其實到了 1920 年代 就是 20 浪當歲的時候 他跟 Binet 做了一些研究之後 後來他到了瑞士 他就開始出書 所以他二十幾歲就開始有很多的書籍發表 這麼年輕這麼棒的一個理論 一直到 1960 年代 才傳到美國 才在世界 因為翻譯成英文以後才開始大紅 1920 到 1960 年代大紅之間 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在美國 心理系的同學會知道 在美國那個時代 來到了三四零年代 甚至五零年代 就是行為學派大紅 所以在美國所有的整個的心理學 都被行為學派 都被 Watson 被 Skinner 這都是我們介紹過的人物 被 Bandura 所霸佔 就是後期的話 就是 Observation Learning 就是被 Bandura 所霸佔 所以大家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像 Piaget 的一種理論的 因為 Piaget 的理論 我們告訴你們 孩子的發展 並不是靠 reinforcement punishment 或是靠 contingency 的 connection 就可以往前衝的 就是每一個孩子都有個安其位 在不同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的狀況底下 他只能做到這麼多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也有一些心理學史的專家會說 為什麼 Piaget 會成立這種理論 為什麼 Ericsson 會講這個 這個發展的理論 是這樣一個一個階段 為什麼佛洛伊德會講階段論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階段論 佛洛伊德是澳國人 Piaget 是瑞士人 然後 Ericsson 是 他比較難講他是哪一國人 可是他從小是生長在德國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說都是一些歐洲人 然後有人就說 其實是因為歐洲 歐洲是有一個貴族制度的 所以歐洲人對於人的看法 是各安其位 而不是像美國 充滿了拓荒者精神 無論如何就是要往前衝就對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後話 總之在 Piaget 的理論裡面 我們覺得發展是有一定的接續性 然後人要慢慢的 隨著他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隨著他經驗而慢慢的往前走 可是當 1960 年代 這個理論到了美國之後 就變了一個樣子 因為美國人覺得 為什麼我一定要等到這個時間點上 我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幫孩子 早一點就開始做這件事情嗎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是 Cognitive Science 就是認知科學開始萌芽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所謂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概念出來 因為電腦也開始興起 所以因為有了這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概念的興起 我們就開始去想說 孩子的這些錯誤 認知上的錯誤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診斷的方法 去瞭解說他的錯誤的原因 是在認知 認知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像一個電腦的 Flow Chart 裡面的 哪一個步驟出了問題 如果我可以去用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用電腦的 Flow Chart 去看 孩子在哪一個步驟出了錯誤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用 Intensive Training 專門去訓練 他在那個步驟上的錯誤 而讓這個孩子進步 結果他們也得到了不少的成效啊 那這些成效 也造成了這個所謂的 Stage 的 Coherence 剛剛有寫上這個字 就是整個 Stage 的 Coherence 一個 Plateau 一個平原被打破了 造成了 Piaget 的理論 慢慢慢慢的被後代的很多理論去調整 去取代 那第四個跟第五個原因 我想是我前面的筆記上已經告訴大家的 第一個就是 Piaget 第三個了嘛 第四個 就是他不注重 Individual Differences 他不在乎誰好誰壞 他比較在乎的是知識發展的過程 的趨勢 所以呢 就是相對於 Psychometric Approach 相對於心理劑量的討論 Piaget 這方面是 比較長的比較少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Piaget 的理論裡面 雖然他有提到 經驗的重要 但是他並沒有把 Social Interaction 社會互動 當作一個認知發展的要素 雖然他覺得經驗很重要 但是那個經驗 只是孩子對物理世界的一些互動的經驗 並不一定是跟人的經驗 所以並沒有去談社會互動 對於孩子的認知發展的重要性 那這個就是 講的最多就是 Vygotsky 以上我們談完了 Piaget 之後 我們當然就馬上就要開始介紹 所謂的 Step-wise Analysis 我們說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一個 Step-wise 的 Analysis 因為我們要把我們從任何的訊息 到了人腦袋之後 他會經過什麼樣一個過程 先講一遍 然後我們再講說 從發展性理學的角度 怎麼樣看孩子們以及青少年 在這個過程上會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步當然是 我們會有一些 Input 數學題目是一個 Input 然後老師給你的很多知識 都是 Input 那這些 Input 進來之後呢 在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裡面 我們會說 他會有 Sensation Perception 這都是任何的訊息寄來 所需要經過的一些 低等的心理歷程 但是他接著會 一個個體會決定說 他有沒有 Attention 他如果有 Attention 的話 那慢慢的這些 Attention 也許如果被孩子覺察到了以後 會做的事情 他就是開始編碼 Encode 進來 那有 Encoding 有 Encode 進來之後 就會進入孩子的 Shorter Memory 那 Shorter Memory 就一定有點像 一個人的 Ram 一樣了 就是 然後進入 Shorter Memory 當然他有一定的 Capacity 然後這些 Capacity 裡面 如果可以進得了 Shorter Memory 呢 透過一些 Shorter Memory 的 Strategy 就會進入所謂的 Working Memory 那所謂的工作記憶呢 其實就是一個訊息處理 問題解決的平台 那比如說我們在診間 如果說你做老人心理學的話 到了診間 一個醫生要去 Evaluate 說 這個受試者 這個個案他進來 那他到底有沒有 Working Memory 上面的問題 醫生最常給的一個測量 就說阿伯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你幫我從 100 減 7 是多少 然後再減 7 是多少 然後再減 7 是多少 好 你們大概會回去問問你們家的老人家 老人家對這樣子一個測量來說 他就算數學再好 他到了某一個年紀之後 Working Memory 的能力退化了 對他來說可能都會變得比較慢 然後甚至常有錯誤 那其實就是在 Working Memory 上的 工作記憶上面 就是工作平台上面出了問題 那我把這個圖畫完 那這個 Working Memory 呢 也就是除了從外界的訊息處理之外 他要處理這個訊息呢 基本上也是需要從他的 Long Term Memory 這個 Long Term Memory 通常指的就是 比如說一個人過去的 Knowledge Base 他以前過去所知道的事情 然後用一些 Strategy 把這些 Long Term Memory 裡面的 這些記憶提取出來 提取回 Working Memory 然後讓他過去的一些經驗 一些能力 一些策略 以及從 Shorter Memory 裡面進來的新的東西 都放到 Working Memory 裡面去作用 才能夠找出一個問題解決的模式 那麼當你在 Working Memory 裡面 不斷地工作工作之後呢 你就會產生一個 Response 那我下面寫的部分呢 可能並不是在認知心理學裡面考慮的 可是因為我以後 在這堂課的下半學期 我會講到社會認知 也會講到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所以我會把社會認知 意思也就是說 當比如說孩子處理同儕關係 有人霸凌你 你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也是一個 Information 對不對 也是一個 Input 進來 然後你也是想辦法 只是這些 Long Term Memory 裡面 可能是一些解決 霸凌的方法 然後要想辦法就是 霸凌的人對你怎麼樣 然後你過去解決霸凌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放到 Working Memory 裡面 那你就是所以這邊呢 就是慢慢地寫 就除了認知作業之外 又有一些社會情緒的 這個問題解決的作業呢 你就會需要做個 Decision Making 你也許在 Working Memory 裡面 找出了幾種解法 然後呢 你就是需要做一個 Decision Making 可是你做這個 Decision Making 之前呢 因為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解法 所以呢 你就要先做 Response Evaluation 那這個 Response Evaluation 對於認知作業來說 可能你數學解題就是 一個解 兩個解 就是有標準答案 對不對 可是社會情緒的一些解題呢 可能就是說 你有好幾個可能的答案 你必須做 Evaluation 所以我在這邊寫起來 我把它誇號起來 因為它不是一個一般的認知作業 會用到的部分 但是在社會情緒有關的 社會認知作業上會用到 所以你就有一個 Decision Making 出來了 那 Decision Making 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有 Behavioral Enactment 那這個我們就說 那這個我們就說 終於 從前面的 Input 電腦 跑了這麼久 終於給了你一個 Output Output 跑出來了 但是人畢竟不是電腦 我們假裝了半天人是個電腦 我們說一個訊息進來 然後經過各個層層的 Operation 然後達到了一個 Output 之後 我要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是現代我們知道 所有人的 Processing 是所謂的 Parallel Processing 我們是平行運作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中間雖然我講了一個 一個像是 Serial Processing 像一個接續性的 Processing 的過程 為了在黑板上比較好畫箭頭 一步 Flowchart 一步一步 Flowchart 繼續進行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你 人腦真正的作業方式 是 Parallel Processing 是它跳來跳去 不斷的在同時進行 是平行運作的 這是第一點我要告訴你的 第二點我要告訴你的 就是說 人腦的運作是像這個樣子 但是還沒有結束 因為你去想電腦運作 電腦之所以會有這個運作模式 是因為有一個 Operator 有一個 Programmer 有一個人 在操作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都在操作這件事情 然後電腦怎麼突然一下出來亂碼 原來剛剛有跳電 怎麼搞的 為什麼出來的那個解答很奇怪 原來我程式寫錯了 我要 Debug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整個 Processing 的過程中 跳出來還有一個人 在幫忙在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人我們叫他 或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叫他 Executive 是一個執行者 我們會說這個 Executive 其實在人腦裡面也有一個地方 專門做這件事情 我們叫他 Executive Function 我們中文翻成執行功能 就是當你的人腦裡面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的人腦裡面 也要有一個 Programmer 這個 Programmer 也在你的腦海裡面 他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有的時候 我們也叫他 Metacognition 這兩個字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清楚 後攝認知 我好像上次有提到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些字眼 執行功能 或者後攝認知 其實都是在講 我們人如果把它假設成 像一個電腦一樣 在處理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人自己也在 Monitor 我們自己的這個過程 剛剛畫了那個圖 這邊 我特別沒有把它擦掉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要一一去介紹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中 每一個步驟 在兒童跟青少年期 他們的所有的特色 我們剛開始介紹的就是 Attention 這個部分 就是 Encoding 完了之後的 Attention 這個部分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 當你翻到九十九頁的時候 我們看到其實 所謂的 Attention 所謂的注意力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我們去了解注意力 你書本上給了四個 我們就照這四個來說 第一個叫做 Selective Attention 那意思就是說 就像剛剛一樣 你是不是在 就是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 你的注意力其實不是全部的 而你如果能夠去找對 真正你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選擇你應該注意的東西 其實對一個人 有限度的人來說 他可能有比較大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這個 Guerrilla 看不見這個 Guerrilla 是一個人的弱點 但是他並沒有什麼 就是就你的學習過程來說 他並沒有真的很重要 他可能在別的方面很重要 但是就學習上 你去選擇你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是對的 但是孩子們如果不能夠選擇 Attention 比如說 他在成長的過程中 他在課堂上 他會注意到別的事情 同學在講話 然後或者是說 窗外有美麗的風景等等 那當然就是對他的學習 對他的整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有害處的 所以我們會說 除了 Selective Attention 之外 說不定還有一個 Shiftable Attention 就是你應該在 就是注意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照著老師 或是照著你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而可以 Shift 你的 Attention 到一個地方去 而如果一個孩子太專注 沒有辦法去 Shift Attention 的話 其實也會出問題 這是第一種 Attention 那第二種叫做 Divided Attention 那就是說有的時候我們在 一個工作裡面 其實你的 Attention 需要有 各種不同的層面 比如說你現在不但要聽老師講話 不但要看黑板 還要抄筆記 那每一個東西都要去 Divide your Attention 那有些同學可能就不習慣 上課的時候抄筆記 因為他不能夠把他的 Attention Shift 到寫字上面去 那這也是每個人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你的 Attention 稍微 Divide 一點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做 Multitasking 那現在大家一邊看手機 一邊看電腦 然後一邊聽音樂 然後一邊跟同學聊天 然後一邊在寫作業這種 Multitasking 大家都很厲害 但是人是有限度的 那第三個叫做 Sustained Attention 那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能夠在一件事情上 一直 Focus 在那件事情上 你才能夠把一件事做完 所以要 Stay Focused 這是 Sustain Attention 注意力的集中跟維持 還有一個叫做 Executive Attention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要想辦法 知道怎麼樣去執行你的 Attention 應該在什麼方向 然後你可以 Allocate 你可以分配你的 Attention 你可以分配你的 Attention 那所謂的執行的意思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分配你的 Attention 到不同的地方去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看 Attention 有這麼多角度 那對孩子來說 當然是因為他的 Attention 這個整個的運作 可能他的腦部發育 前額夜的發育等等 還沒有很好 所以他不大能夠去 調整自己的 Attention 那就會影響到他的工作表現 好 那再來就是 Shorter Memory 所謂的 Shorter Memory 是訊息進來之後 你可以在你的腦海裡面 留存多少時間 那他可以留存的 Shorter Memory 就像你的 RAM 一樣 就是一個短短的時間 他可以留在你的 Shorter Memory 裡面 你可以去想辦法 用一些辦法 讓他到你的 Working Memory 裡面去 然後讓你可以開始運作 我們通常說 Shorter Memory 有一定的 Capacity 請你看課本上的一百頁的左上角 OK 那他告訴你說 其實你通常我們會叫做 Memory Spam 好 我們把它翻成記憶廣度 一個人的記憶廣度有多少呢 差不多是 7 對成人來說 是不是差不多是 7 加減 2 個單位 那我們通常我們把它叫做 Chunk 為什麼叫做 Chunk 的意思 是因為 Chunk 一個單位 它可大可小 那是看你怎麼樣把它集合起來 可以變成一個單位 比如說如果說你背一個電話號碼 叫做 700 38 38 叫做 700 38 38 怎麼變 7 位了 好 沒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2 700 38 38 這很好記啊 因為 38 38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 Chunk 因為你覺得這個東西對你有意義 它變成一個單位 所以 27 00 38 38 你就不只是 8 個單位 8 個數字 而你把它 Chunk 起來 那這個東西就會比較容易記得住 好 那課本上的這個圖呢 告訴你 其實孩子們 從大概 8 歲 左右 就它的 Digit Spam 它的記憶廣度 如果你用數字來做測量的話 它已經到達差不多 6 左右了 而到成人的時候 也不過到 7 意思就是說 一個小孩子 他的 青少年 他的 Short Term Memory 的 Capacity 其實並沒有 比大人差太多 所以青少年 他的記憶上的缺陷 並不是在 Short Term Memory 的 所謂的這個 記憶廣度上面 但是問題是說 Short Term Memory 還是有影響 從兒童到青少年慢慢有影響 那我舉一個兒童的例子給你聽 然後你慢慢也許就會懂得這個想法了 大家都知道那首詩吧 床前明月光 儀式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一個孩子 他在做一個數學 算數的 Problem Solving 的時候 他怎麼做 你通常看到的是 3 加 5 孩子要怎麼辦 他通常要把 10 隻手指頭伸出來 3 是多少 1 2 3 5 是多少 1 2 3 4 5 那 3 加 5 是多少 1 2 3 然後他要繼續數 然後還要 5 根手指頭拿出來幫忙 然後嘴巴在那邊唸 1 2 3 4 5 6 7 8 所以當你問一個小孩 他會數數 他會加法 但是問題是說 你問他 3 加 5 等於多少的時候 他需要他的手指頭幫忙 才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 naming of a number 對他來說並沒有這麼是一個 自動化的過程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也知道 床前明月光這首詩 那我請你 問你 床前明月光疑失地霜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我問你雙加疑等於多少 我應該用個碼錶來計時 趕快大聲講你的答案 我聽不懂什麼叫十六 我只知道床前明月光疑失地霜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十六是什麼 是什麼 低 對不對 低頭思故鄉的低 ok 所以你剛剛有什麼過程 你的那個過程就是跟很蠢的小孩 在那邊一用手指頭的過程 是完全一樣的 是不是 你必須要先 雙是多少呢 床前明月光疑失地霜霜 OK 霜我有了 然後 我知道是十了 對不對 然後我再來要 疑失地霜霜 床前明月光疑 疑是六 好那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知道十加六了 我還要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手指頭 那從頭開始數 床前明月光疑 數數數到十 然後再數數數數 數到六 我才發現是低 ok 當你有了這個了解之後 你就對小朋友的算數 為什麼這麼差 他有同理心了 是不是 他的蠢是有原因的 好 所以從這件事情來講 我要告訴你的就是 Efficiency Speed Automaticity 自動化 對於當我們在處理訊息的時候 都有多重要 我們其實長大了以後 我們不但是有很多的 chunk 把很多東西可以聚集在一起 而且我們有很多的自動化的歷程 那增加 speed up 我們的 working memory 的處理 而且呢 當我們在 speed up 處理完這件事之後 他就可以解脫 我們在那個處理平台上的一些壓力 那些負擔被我們解脫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繼續處理更深層的問題 如果你的 automaticity 很慢 然後你就必須把那些 memory shorter memory 的東西 一直記在那邊 不能夠放掉 他就一直累積著這邊的 loading 然後你的東西過不來 然後你過來的東西就是會搞亂 所以我們就知道 除了 capacity 本身 就是 shorter memory capacity 本身 automaticity 對於你的處理的速度 以及你可以解脫你的 這個 working memory 裡面的負擔 有多重要了 好 那 working memory 剛剛有同學會來問我說 shorter memory 跟 working memory 有什麼差別 我們看看 working memory 是什麼樣一個故事 請看一百頁 你會看到一個圖 一百頁的圖告訴你說 working memory 從左邊的 input sensory memory 出來之後 它有三個要素 這三個要素是 working memory 裡面的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叫做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它是一個 我們叫做視覺空間的寫生版 sketch board 是一個寫生版 寫生就是圖畫外面的寫生 visual-spatial 的意思就是 在視覺跟空間上面 我們可以有一個短暫的記憶 然後這些東西呢 可以處理一些空間視覺的訊息 比如說甚至你做算數的時候 你的腦海裡面可能都還是浮現了一些數字 或是出現一個加減法的算式等等 好 那還有就是下面 最下面就 phonological loop phonological loop 就是一個音韻的回路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記憶的時候 聲音對你的記憶是有幫助的 所以意思有時候 人家要你記一個很 很複雜的數字 你講出來 其實是有幫助你記憶的效果 就是你聽到聲音 你的聽覺上聽到 其實也是對你的短期記憶是有效果的 好 而且呢 當我們到了 working memory 以後 我們說 除了 short-term memory 進來的東西 可以用 visual-spatial 的方式 或者是用聽覺的方式 留在 working memory 裡面 讓我們繼續 process 處理之外 我們也會從 long-term memory 裡面 把一些我們過去的 knowledge base 叫出來 然後一起處理 那我們處理的真正的核心 就是 working memory 的第三個要素 叫做 central executive 叫做中央執行 那中央執行就是 幫助我們把接收到的訊息 也許分配至音韻 也許分配至視覺 或者是做一些焦點的轉換等等的 然後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 那進一步處理完了之後 那說不定就可以得到一個解答 好 那這個解答就可以到最後 就是變成一個 一個最後的 output 出來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過程的話 那也許同學打你 然後你過去的經驗 如果你打回去的話 會有什麼結果 或告老師會有什麼結果 或者是說找大哥來幫忙 有什麼結果 都在 working memory 裡面 然後這些就是 如果是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話 那他就會做一些 response evaluation 告老師會有什麼結果 你會不會被當成廖北啊 然後或者是說找大哥來 會不會有什麼後果 因為要付大哥錢 或者等等 就是有一些 response evaluation 然後你要做 decision making 就是哪一個 evaluate 的結果最好 然後你做 enactment 所以不論是社會情境 或者是認知上的作業 你都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working memory 的過程 結束之後 能夠有一個解答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剛剛還沒有講的就是 strategy 策略 那我們剛剛說最有效的 最簡單的 short term memory 讓他保持住 然後可以讓他進到 working memory 開始處理的一個策略 就是附送 rehearsal 那如果說我們的東西太長了 太多了的話 那也許你要記得很多 你一下子記不住呢 有的時候 你進了 working memory 以後 他會做一件事 他會想一個 strategy 讓他可以進入 long term memory 那怎麼樣進入呢 你們書本上寫了一種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但是因為你們書本上 只寫了一種 所以我就只講一種 請你看到 課本上的 101 頁 101 頁的第四段吧 有一個比較大的字的開頭 叫做 long term memory 那 long term memory 的那一段的倒數 第二行 他告訴你說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organization 就是組織意思 也就是 categorization 就是分類 組織跟分類其實是 在你要處理很多訊息 然後這個訊息可能 overload 然後你想要把它組織起來 然後它比較先放到 long term memory 裡面 免得你忘記的話 或者說你已經處理完了 你想要留起來的話 通常組織與類別 分類是最常用的一個 處理訊息 然後儲存進 long term memory 的一個方法 那其他還有很多 我們就不多講 那可是你如果真的要進 這個 long term memory 的話 其實也要靠你有 motivation 你如果很有動機 想要處理一個事物的話 你就會想辦法用一些策略 讓它能夠進 working memory 你也會想一些辦法用一些策略 甚至讓它 爆打 long term memory 讓你長期儲存起來 變成你自己的一個知識的基礎 變成一個 knowledge base 好 那 long term memory 裡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 所謂的 knowledge base 那每一個人的 knowledge base 不一樣 有些人處理社會關係 非常地厲害 那有些人處理數學很厲害 那有些人不是處理數學厲害 而是處理社會科學的知識 文字上語言上的知識特別厲害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 knowledge base 通常是 domain specific 跟你過去的經驗有關 那會有一些 domain specific的知識 而且也跟你就是過去的經驗 讓你學會了什麼 strategy 有關 所以 long term memory 裡面 不只是一些 knowledge content 不只是一些知識的內容 有一些也跟你的處理問題的策略有關 那這些策略就會讓你 可能已經變成了 automatized 就是已經自動化的一些處理策略 讓你很快的能夠把剛剛的 十加六的問題變成十六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那個 knowledge base 的話 那你就會慢慢處理 那很慢很慢才知道是 那個低頭思故鄉的低 好 那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談的 這整個的過程 就是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還有一件事沒談 就是關於 executive functioning 的部分 就是我們忘了講 這裡 就是人雖然像 你如果模擬他像個電腦一樣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monitor 存在 要有一個負責管理電腦的人存在 那這個就是 executive functioning 請你看到書本上的 101 頁 101 頁呢 書本上有一個大錯誤 請務必改正過來 101 頁的倒數第二行 那個新的那一段 Two categori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re 第一個寫 hot executive function 那個字把 hot 化掉 應該是 cool C-O-O-L 那我們說什麼叫做 cool executive function 什麼叫做執行功能的冷處理呢 它是一個 psychological process 而且它是透過你的意識去控制它 而且是用邏輯思考 用 critical thinking 等等的方法去控制它 叫做 cool executive function 那下一個最後一行 最後倒數第二個字叫做 cool executive function 你把那個字改成 hot 熱處理 熱功能 那什麼叫做熱功能呢 就是說可能會跟你的情緒 等等的這些因素有關 那後面到了 102 頁的上面第一段 他開始去講說 hot 的 那個 exact function 呢 它大概在 14 歲到 15 歲的時候 是達到高峰 然後慢慢下降 這是對的 然後他說 cool exact function 是隨著年齡慢慢的增長 它的功能慢慢的增長 這一點也是對的 所以後面的 hot and cool 它的敘述是正確的 只是最前面的那個 hot and cool 它把它搞反了 所以我跟你講的課文也告訴你說 executive function 可以分成兩種 那基本上 executive function 的意思 就是一種 goal directed behavior 它是目標導向的 這個負責管管理你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這個 programmer 就是在你身體裡面的這個 programmer 它是目標導向 它希望達成一個結果 所以它在注意整個的過程 monitor 你整個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過程 然後去調整它 然後有的時候呢 它會去 activate 每一個 某一個功能 它可能去 activate short term memory 裡面 需要記的更老 或者因為已經記的更老之後 你要跳到下面的 working memory 你要做 suppression 也許在某一個階段 你要 suppress前面的 然後 activate 後面的 或是 activate 後面的 suppress 前面的 所以 executive function 它的一個作用 其實就是在哪一個步驟裡面 需要被加強 需要被暫時的壓住呢 事實上是這個地方在管的 我們當然這樣子講講 認知的可能比較難理解 但是尤其講社會互動裡面的 這個 executive function 我們就會發現有很多孩子 比如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在成長的過程中 會在班上出現一些孩子 他老是比別人慢半排 就是大家去做一件事 他總是比較慢 然後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怎麼樣了 或是聽笑話的時候 就是慢半排去瞭解 然後上課的時候 老師叫他們做什麼事 他也慢半排 好像就是跟不上 然後會不合群 但是你又不覺得他是不合群 就覺得他有點 腦袋好像有點短路 有沒有碰過這樣的同學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有吧 對不對 好 那我跟你講 他們只是在那個成長階段 他的 executive function 可能還沒有發展好 所以他該 activate 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還沒有來得及 activate 也許他的 attention shiftable 要 shift attention 的能力比較慢 或者是說 他在 suppress 某一個功能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 suppress的比較慢 所以他就永遠停在前面的位置 當別人都 activate 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走到後面去 所以他好像跟大家哥哥不入 所以如果從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角度講 我們是可以去診斷 這些孩子的問題 是不是出在什麼地方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executive function 其實跟 metacognition 的意義 有一點接近 那我們看看 metacognition 請你看110頁 metacognition 的那一段 What is metacognition 倒數第五行 倒數第五行 開始 他說 metacognition 包括什麼呢 包括計畫 planning 或者是包括 evaluation 去評估 以及包括 self-regulation 去自我調節 那你回去可以自己去看這段課文 我給你一個比較簡單精釀的 metacognition 的定義 metacognition 我們通常說 基本上他就是在講 your cognition of cognition 你對你自己的認知的認知 your thinking of thinking 你對你自己在想什麼的想法 your knowing about knowing 當你覺得你自己知道什麼時候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知道什麼 那所以就是因為 你要知道你知不知道什麼 你要認知你知不知道什麼 你正在認知什麼 然後你要知道你正在想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正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叫他後設認知 那給你的更清楚的定義呢 有兩項 第一項 就是當你在做一個 problem solving 的問題的時候 不論他是社會的 problem solving 或者是認知 上面的 problem solving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正在處理的狀態 就比如說你做一個數學題 你知不知道你出現問題了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在記憶 你要背一篇課文 你有沒有一個清楚的想像說 你大概還要花多久時間 或是你現在背課文 背得快 背得慢 背得好不好 你有沒有一個對這件事情清楚的了解 就是你自己怎麼樣評估你的工作 這是一種metacognition 那你除了能夠評估你目前的工作狀態之外 接下來 你知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策略 可以改善你目前的認知狀態 我再說一遍 所謂的metacognition 我用兩個步驟來 給你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 一個就是你能不能夠 很清楚地評估自己目前的 認知狀態已經到了什麼地步了 第二個 是你知不知道用什麼策略或方法 來改善目前的這個狀態 後攝認知 其實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 都會用得到 甚至是 我上次有講過 所謂的後攝認知就是 雙方交往或是朋友之間 你知不知道 你怎麼想他怎麼想你 這就是後攝認知 你知不知道在一個關係裡面 你怎麼想他怎麼想你怎麼想他 這是不斷的循環的後攝認知 都可以去當作一種後攝認知 社會關係的後攝認知 你們的課本裡面 講了很多 關於information processing 關於認知的地方 這些地方 你們可以繼續回去看 可是我特別要 跟你們講的一個 其實是跟現在 這一本課本 才出現的新的內容有關 請你看一下 105頁 因為他太紅了 所以我講到剛剛為止是講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內容 可是你們的書本上出現了一個 現在非常紅的 跟認知有一點關係 但跟社會情緒發展 也很有關的一個 一個主題 要跟大家講一下 他叫做Mindfulness 105頁 105頁的倒數第二段 開始有一個東西叫做Mindfulness Mindfulness 我們通常把它中文翻譯成 好具有禪譯的名字 我們把它翻成正念 所謂正念的意思是 你要去察覺當下 你的腦子裡在想什麼 這件事也好抽象 而且呢 你如果去看Mindfulness 看完整個 從105頁到106頁的敘述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Mindfulness的訓練 對現代的青少年有多少的功用 能夠增加他們的自我覺察 能夠增加他們的認知能力 能夠增加他們的社會情緒的安定 穩定程度 能夠增加他的學業 但是他沒有講Mindfulness 怎麼做 那我們就來做做看吧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放在你的桌前 不是說Mindfulness 需要手機 我只是拿手機當做一個媒介 大家都把手機拿出來 放在你的桌前 就放在前面 那我要你做的事情 就是盯著你的手機 仔細地看 你看他的顏色 看他的蓋子 看他的光 然後看他的灰塵 你就是活在當下 去覺察你看手機的這個動作 你專心地 覺察你自己看著這個手機 這個物件的這些動作的時候 想想看你心裡的腦海裡 有沒有出現一些雜念 什麼雜念呢 比如說 哎呀我一直想下載一個APP 我忘記了 哎呀這個手機有一點裂痕 我想要換個新手機了 哎呀我現在其實很想查訊息 剛剛同學的訊息我還沒回 你心裡有很多的哎呀說 我要對這個手機做什麼 我有什麼雜念 我有什麼什麼 然後你說不定會想到一件 跟手機完全無關的事情 當你有這個雜念的時候 溫暖地告訴自己 沒有關係 我讓那個雜念先飛走 我回到看著這個手機本身 我想請問大家 你剛剛有察覺自己 有心裡有雜念的人請舉手 好謝謝請放下 我們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時間點上 心裡都有太多太多的Flow 太多太多的想法會出現 那正念告訴你的意思呢 就是活在當下 去覺察你現在的腦子裡面有什麼 然後先把它放開來 那我們真正不用手機也可以做 請你現在坐在你的位子上 盡量把你的背脊打直 然後雙肩自然下垂放鬆 然後閉起眼睛來 那你先去感覺你的吸氣跟呼氣 你感覺到你的吸氣 你感覺到你的上腹部 微微地擴張 吸進了一口氣 然後接著你再想到你的腹部 慢慢地縮小 你在吐氣 好 你就是在這個吸與吐之間 去感覺你的身體的起伏 盡可能地專注於呼吸本身 然後當你發現你的思緒開始神油的時候 很溫和地把你的注意力帶回來 在呼與息之間 好 你現在的工作 就是在你發現那個當下 注意一下佔據你心頭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發現有一個佔據心頭的事情 就把它溫柔地丟掉 安住在當下的這個感覺 如果你能夠每天練習十五分鐘 過兩個禮拜 我也許下次等到我們有討論課 十一月二十號有討論課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每天練習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 請你來告訴我 你這兩個禮拜之後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像課本上講的一樣 對你有一些進步 你也許想說 以前的心理學理論都告訴你 這個中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會讓你有所在書本上講的 很多很多的正面上面的改變 目前有很多的心理學家在研究它 我們系上也有老師 去研究類似的東西 可是它的確是一個很新的研究領域 然後因為它在事實上 在很多的應用層面 已經發現了非常好的功效 所以我願意跟大家提提看 也許你 如果是教程的同學 你說不定可以把正面的 很多的information 帶到學校去 跟你的學生一起做做看 也說不定將來是一個 你在班級經營上 可以有趣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以上就是我所介紹的 青少年的認知發展 關於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部分 我們要最後說一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從兒童到青少年 到底青少年在Information Processing 上面 有什麼進步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整個的過程 在青少年的第一個進步 第一個可能就是 Attention Allocation 我們剛剛說的叫做 Executive Attention 你知道你怎麼樣去分配你的 Attention之後 你通常就會容易 比較去處理訊息 你的 Encoding 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會 encode 對的訊息出來 所以這是第一點 你的 Attention Allocation 好了 你的 Encoding 好了 在青少年期有很大的進步 第二個是 Automaticity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例子一樣 孩子們因為他的自動化 比較少 所以他在處理訊息的速度 會比較慢 那 Working Memory 裡面的 Loading 負擔會比較大 就會讓你好像很多工作 很多想法沒有辦法完成 他就在 Short-Term Memory 裡面 就不見了 所以第二個是 Automaticity 第三個 是隨著你的發展 你越來越會用 Strategy 你越來越會用有效率的策略 去讓這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可以繼續到下一個階段去 或者不論是從 Short-Term Memory 到 Working Memory 或者是從 Long-Term Memory 把應該有的訊息 跑到 Working Memory 裡面 一起去作用 所以第三個 是跟策略的能力有關 第四個 是你的 Knowledge Base 你的 Knowledge Base 裡面 我們剛剛說 不只是包括知識基礎的豐富 也包括你對策略的了解 所以這些知識基礎 會幫助你更知道怎麼樣去處理訊息 還有最後一個第五個 就是你的 Metacognition 跟 Exeptive Function 你當一個 Monitor 你當一個 Programmer 的能力變好了之後 當然你的處理訊息就會知道 哪裡該要啟動 哪裡該要 Suppress 這都是對你的處理訊息非常重要的 你會提升 你會提升 如果你是否有一個 你會提升 那美國有很多 你會提升